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没有一个每个月 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会有一些消极的这样的看法 可能我的经历啊 我的各方面还不是很足 但是我想发挥一下我的口才 我想发挥一下 我与人交往的能力这方面 你要是如果真让我做办公室 做一天的话 我会几天我就会辞职 我想 胜算要多少 七成 七成胜算 大概多少钱就可以签合中了 七八千以上 七八千相当于公司的 总监级的水准 我都是没有概念的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说 这个咱们中国现在一个 一个价码到底是什么样 做一个这样的职位 然后跟你了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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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轩 今年25岁 本科学历 吉林人 有过意大利留学的经历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 《非诚勿莫属》的这个节目 我叫徐轩 今年25岁 自由学习经历的我 可能是口齿伶俐 然后善于交往 我希望在这次的 这个平台 希望我能找到一份 我真正热爱的工作 比如说销售方面 比如说公关方面 当然了 最好还是能找到一份 也可以用我意大利语的 这个就算是一个 小小的特长的一个专业吧 请多指教 好的 这就是徐轩 25岁 上来之后先说的是意大利语 对不对 对 是什么意思 意大利语就是 意大利的语言 我觉得 在应聘的过程当中 玩这样的文字游戏 有可能会让 boss们觉得 你有点过于油滑 这不是一个游戏 这是一个小小的玩笑 是跟您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徐轩在他的履历里面 他讲到在留学期间 和女房东发